今天到皇宫对面的泰拳馆看泰拳比赛 一路上到处都是警察在管制这个交通 原来他们的过往要出行还是怎么 要路过 Anyway 泰拳馆对于外国人好像特别照顾 还要去做一个antigen的test 就在旁边当然是免费的 咱们这个比赛好像是每两人打五个回合决胜负 然后这个泰拳馆好像大家都在排着队来比赛还是怎么 反正是两个人打完又伤了两个人 两个人又伤了两个人 就这么轮着 两个多小时一共有五对还是六对人进行了比赛 还挺快的可能是 旁边也不知道是喇叨队还是什么 或者是在赌博的高声的喊教程 那也挺热闹的 我们从来游戏中可以听到有专门的乐师在那儿 邦邦邦邦邦地玩乐器 可能是他们拆拳比赛的这个必须有的吧 好 最开始出来的这几队选手 都是可能比较厉害的 然后到最后的一两队的时候 人就差不多走光了 就不看了 这个那个中文的声音 都已经说了 什么东西 快去街角 走光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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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场红户头伤了 有一对新人来了 我发现他们很注重这个仪式 我开始来非常感 ingredients 猪育腾 我发现很棒 我发现了一些柄 我把它们变成了 中文字幕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